4月18日,在历时三年的精心保养维护工作后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秦陵一号铜车马 搬迁至秦陵铜车马博物馆中并安放在展柜中 至此,两圣秦陵铜车马终于一并在其出土地点 面向公众展出 就地展开了保养、修复和分析检测工作 那么经过三年的精心的保养维护和大量的科学分析检测工作之后 今天我们把它一号车也搬迁到了新的铜车马馆 这也是两辆铜车马的元件再度同时向公众展示 1978年,在秦始皇帝灵溪出土了两圣青铜车马 结构完整,装饰滑秧,雕塑精美,工艺精湛 秦带工匠运用高超的制作技艺 忠实仿真秦带真实马车制造 逼真的再现了秦始皇帝御用马车的原貌 铜车马中包含的信息资料和物化证据 对中国古代车马及相关物质文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被学界誉为青铜之冠 世界马车史上的里程碑 2021年5月18日,秦陵出土2号铜车马搬进了新家 在新落成的秦始皇帝灵铜车马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同时,秦陵博物院开展了对1号铜车马的保养维护工作 我们在养护过程对一些苏粉的还有一些起峭的彩绘进行了加固 就是回贴 对这个铜体呢,它又因为它有一些在局部呢,很少的部位有这种路铜框 就是我们俗称的粉状绣 它这个对清中气的损害比较大 就是我们对它进行了这个粉状绣的去除缓制处理 然后是对一些有残断 因为它毕竟来说30多年了 就是肯定会出现就是早期的粘 这个焊接呢,粘接呢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对这些局部 也是很少量的一些残断的地方呢 进行了这个粘接处理 据介绍,未来,秦陵博物院还将持续开展 铜车马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使铜车马的研究层次不断深化 加大利用数字化技术展示 和解读铜车马的内涵价值 透宽文物传播渠道